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张富 1975年12月出生在甘肃定西 一个普通的农家 定西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 父亲之所以给我取名叫张富 也是希望我将来能生活的富足英识 而我却偏偏选择了普通的边防揪人 在北球人精神的感召下 主动要求来到利蒙古阿拉善边防 然而传说中的阿拉善 除了美丽的大漠戈壁 南天白涌和湖阳洪流之外 就只有漫长而难赖的寂寞和甘叫了 是战友的伤痛和流血 让我感到了一名军医 在边防官兵心目中的驾驶 并且坚定地留了下来 为此我透视了第一次呼应 两度放弃调离机会 实在出手边关 它也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值得 自豪和回味的经典 这就是我一个不善言谈 但却执着的边防中心 这个比得还粗了 看没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阿拉善 这个从天然 这个夜深的这种干草 它闻着是蚊子的蚊子 它这种特别甜 每到暑假 都是张鹤潇最快乐的时候 因为它不仅可以和爸爸 一起挖草药 还可以感受一下 均匀的气氛 这个一个和它 把它锻炼锻炼 一个我们父子之间 培养一些感情 因为毕竟我和他这一次的时间 一年最多也就两个月时间 就虚假的时间再一次 当然 让张鹤潇感兴趣的 还有营区外高高的野马探哨所 因为站在哨楼上 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还能遥望到爸爸 14年前曾经战斗过的连队 1993年年底 18岁的张富穿上了军装 成为了天津警备区某师工兵营的一名新兵 1997年 张富如愿地考入了白球恩军医学院 当时我们一个同班的同学 他是从这边过去的 就是我们这边有胡杨树 景色就是非常美 第一广人气 非常非常宽阔 面对事业 人的思想 各方面来的可能 就是一种宽大的 带着这份期待 张富来到内蒙古解放军 280医院实习 在这里 他不仅感受到了 大漠戈壁的宽广与美丽 还邂逅了自己人生的 第一次爱情 当时那个女朋友 在这边实习的时候 我实习的时候 他已经上班了 2000年8月3日 凭着一腔报效祖国 扎根边垂的热情 以及爱的召唤 张富毅然放弃了 留在河北某大医院的机会 主动要求来到内蒙古军区 阿拉散军分区 某边房团一连 然而很快 他就发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的一连还没有通电 生活和居住条件的艰难 都大大超乎了张富的想象 首先这个水 一苦一咸 就没法喝 喝水只有是从二连 这边拉过去 以前那房子 它就是一到冬天 整个全部给 就拿胶布 拿钉子给封锁 然后透气孔罗 就那么小一个 更让他感到郁闷的是 一连距离解放军280医院 竟然有1600公里之遥 俩人见面的时间 趋直可数 通信更是遥遥无提 通信方面 基本上和未解释 这个失去 差不多可以说失去点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部队 给你固定的发的电话 就是一个坐机 全年就一个坐机 轮着打 张富开始怀疑 自己来到边房的选择 是否有些冲动 就在这时发生了 令他触目惊心的一幕 他是我们连的电工 去找一些学店的东西 他在无日桌 那些工具里面烘了一个隐形 他可能就拉了一下 拉下这个隐形就爆炸了 抬后来说这个手 从至这地方 就没有了 眼睛 我眼睛 这个胸部 就是那个火药 炸了 又是血油膜 好可以 此时 卫生员刚好休假回家了 面对战友残缺不全的手臂 到连队仅仅六天时间的 军医张富 唯一能做的 就是进行简单爆炸 然后紧急送往后方 大医院救治 最终因为路途遥远 延误救治 战友 失去了一只手 和一只眼球 不得不选择复远回家 而那一幕却深深地 刻在了张富的记忆之中 我现在他那个 长相啊 他各方面 我都 都有影响 像现在过去 十 十四 十五年了 每每想起这些 张富 都有一种负罪感 如果当时的医疗条件 能稍好一些 自己的临床经验 再多一点 即便无力保全 占有的手 但至少 能保住他的眼球 不至于让他 以后的生活 太过艰难 这种触动 深深地折磨着张富 也让他懂得了 作为一名 边防军医的责任 做一个联练练经验 一个干部 把战事的病治好 做第一位的工作 联练的经验 虽然是他的这个 位置比较低 比较小 但是 还是 除外就 还是缺一不可的 从那以后 张富下决心 要提高自己的遗书 为阵友们排忧解难 无论是内科 还是外科书籍 只要能找到的 张富都会仔细研读 并通过军网 韩寿等各种途径 学习临床医学知识 和理论 一年后 他结婚了 婚后不久 便来到内蒙古 包头市291医院 学习深造 从护理到诊疗 再到青窗缝合 切开引流等 张富都刻苦学习尊严 不放过任何一个 实践的机会 我便放连对来的 就是全科医生 什么包括护理 打针输液 都得会 胃科的 内科的 皮肤科的 就是比较多 要活动不好的话 哥们就锁住了嘛 就不能动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 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 张富的诊疗技术 突飞猛进 甚至对皮肤科 儿科 妇科的治疗 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回到联队后 他更加喜心 热忱地为官兵们服务 无一例物诊 物质 还发表了两篇 专业论文 即谈标本图片 精简的临床价值分析的学术报告 并容理三等功一次 就在张富事业上小有进步的时候 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因为爱情 他来到边关 却失去家庭 因为责任 他又放弃调离 继续坚守 他将如何面对婚姻的危机 继续履行一个边防军人的职责 在失去和得到中 他又收获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君女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张富无悔的选择 在张富的勤奋和努力下 治疗技术日趋成熟 他的大名也在边防线上传开了 甚至远在50公里外的牧民 都会牧民前来 请张富为他们看病治疗 然而由于常年坚守边防 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回家休假 聚少离多的生活 使张富和妻子的感情 开始渐渐疏远 三年后他们就分手了 原本就不爱说话的张富 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2005年 就在张富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 失联多年的初中同学周小英 闯进了他的生活 让他重新燃起了爱的希望 2006年 张富第二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年后儿子张和肖出生 张富调往团卫生队 2009年 他调到边防二连 妻子周小英便带着儿子 回到甘肃定系老家 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张富也重新过起了夫妻俩 两地分居的生活 张富便把所有时间和精力 都倾注到工作中 由于二连距离团部 有270公里远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输送 常常出现断档 为了解决医疗器材的消毒问题 张富主动打报告 买来消毒设备 自己进行手术器械的无菌消毒 药品出现短缺 张富就就地取材 自行解决 我们这边它那个种草药 这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 索芽 干草 葱容 这些东西 包括构杞 它都是野生找的 从前来的 效果也挺好的 渐渐地张富还发现 战士们身体的伤痛好一致 而心理上的问题 却不那么容易解决 因为远离城市 缺乏沟通 寂寞时的许多官兵出现了沟通困难 少言寡语的现象 为了帮助战士们排解心理压力 张富又开始自学心理学 并获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 很多工作可能是我没去做到 但是他已经做完了 他最后告诉你 是说这个人没事了 具体是怎么去做的 他不会告诉你 今天我们执行全线巡逻起步 从连绿出发 停滞521化解标 发现情况 及时向我报告 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 在协助联队做好战士们 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 张富还利用5年时间 考取了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 并取得了国家职业律师资格证 随时解决官兵们家庭和生活中 遇到的法律问题 张富也被内蒙古军区评委 军区优秀共产党员 还获得了北疆卫士金氏奖诈 2014年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 由于各项条件都符合 张富被军区确定调往北戴河疗养院 就在通知书即将下发的前夕 战士王涛却不幸碰伤了 张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刚好是刮沙城堡了 特别是冬天 一刮沙城堡天一黑 没月亮的话 根本你看不见在外面 寒风中刚刚直进回来的王涛 一心想着赶紧回到浅室 奔跑中却一头撞向了 停在不远处的汽车 其实我那时已经没感觉了 感觉不到疼了 就感觉雪吧 都是热的嘛 就感觉有热的流下来 整个从这个车库 到这个一路时 那雪流了一路的雪 我就给他处理了 就是勤创 缝和 缝了六阵 花了从开始将近 一个多小时了 两个小时 然后就住室床夜 晚上一点 两点了 处理完之后 王涛碰伤的事 再一次触动了 张富内心深处的敏感神经 也让他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 军医就跟我说 哎呀 这不太想走 我说你要这个 你自己考虑吧 反正内地的环境 要比这儿优越了很多 你要是去的话 我感觉你嫂子 可能也能跟你过去 全儿也不一样 你说在基层 这么远的地方 没有个医生 没有军医 于是上去的团部 远近三百多公里的地方 一个病啊 发生了一些异味啊 这个 确实 我说这话 我一说还是 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此时外调的名单 已经到达军区干部处 如果再想撤回 手续反锁 而且还必须重新打报告 陈述理由 然后军医那天 当天晚上就开始写 从两千年下来 一直基本上 就是没离开过边方 对这边感情 确实是比较深厚 完了 我记得军医写完以后 我看了那 反正心情有点 虽然不太对 可能自己触动比较大 完了以后 可能写上去以后 手掌那边 可能看完以后 可能触动也比较大 然后所以就给批准了 就这样 张富放弃了 调往北戴河疗养院的机会 如今 王涛眼角的伤痕 已经淡去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是因为这道伤口 军医张富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又一次选择了 留在边坊 反正这一样感觉 我还是为人感觉 比较艰苦 这么一个 就是隔旧的地方 我都看着 有时候确实 舍不得 真的 真的走的时候 还是难受难分 见过张富的人都说 他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 因为他不仅爱好书法 喜欢收集各种其实 还常常和战友们一起打篮球 踢足球 唱卡了OK 但他更喜欢的 还是根雕 他说 久居戈壁荒滩 总是要学着自己 去排解寂寞 努力让生活变得有趣些 为此他常常带领战士们 到山里挖树根 制作根雕 这个你看上个 小个胃 小个胃 这样 胃以外都是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吗 是吧 在张富眼中 制作根雕 既可以陶冶战士们的情操 又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战士们眼中 只要有了军医张富 即使身处大漠 他们不觉得寂寞 黄沙冷热 不延回 赤袋中心手边锤 如今张富已经在阿拉善边坊 驻守了整整14个年头 至今也没有过上父亲所期望的 那种富足殷实的生活 但是驻守边关这么多年 张富对殷实富足的生活 有了另外的一种理解 精神上的富足 才是真正的富有 张富说 因为拥有了别人无法拥有的一切 他误悔自己的军律人生 如果您的身边有身在军营 或曾在军律的优秀人物 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欢迎您通过这些方式来联系我们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终于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博士生指导员 面对连队管理 他能否找到方法赢得尊重呢 面对战士们提出的难题 他能否迎刃而进 再次用实力证明自己呢 军律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王海龙 发光的石子